根據這裏所講 這個人 什麼叫做無限遠的光線呢? 其實 無限遠-L和無限遠 是一樣的 什麼意思呢? 如果這裏在某個遠方 光線是會這樣 經過這裏傳染 如果人向前走這裏 其實 光線不會出發的 就等於這裏附近的某一個位置 例如這個位置 它跟這一點 這個發光點 近遠了 這個範圍 其實光線都會跟回原本的路線 這個形狀地進入眼 所以其實 因爲這一點 其實就不是有距離的點 其實是一個範圍裡面的光線 只不過能進入眼睛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的眼睛也有 它比較前方這裏的光線 可以用相同的認識 日本人對眼 所以那個人也會在 這個角度 觀察到 好像光線這樣 來這樣 他就會覺得 仍然在他距離 他前面L那麼多米 所以 爲什麽叫他做海洩神流 就是 你明明以為你自己 好了 你以為你自己走前來這個位 你看到他這個位 但其實 那個的 就會在這裏 比較遠方的光線 經過相同的形態 這樣進入你的眼睛 而你又會見到他 在你的前方的 距離那麼遠 所以 其實 不會覺得近了 不會覺得近了 是